低 判和逐这三个字的书写技巧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从低字开始 低这个字首先你判断一下 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而且是明显左小右大 左收又放的字形 那你看左部这个体土旁 我们就要怎么样 写的小一些紧凑一些 它整体位置一定是靠上写的 因为左右结构里面左小要偏上写 看见没有 那你看它的大小和位置 你就基本上能确定了 你看它是偏上的 然后右部伸展的比较大一些 它是低的 左边高右边低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低字书写 首先左边你看 体土旁 这个土字旁 微微往上倾斜 你不要太靠近数中心 我们要给右边留出足够的空间 你看数直行下来 好 体块往左边伸展 然后上去 大家注意它右侧是对齐的关系 这是土字旁 土字旁 然后右部 大家注意你看 在这儿写你看 竖行 横折 压一下 你看往里收 好 里面一横要短 再来一个横 大家看看 头部字头是收紧的 而且是左右内收的 那你看这个字头 与这个土字旁的 竖起 其实基本上是对齐的 看见没有 它这个土字旁 整个位置 我们要给它 写高一些 然后在横 横 体之间 好 我们来一个横 这个横 不必要写太长 因为底端又平了 这个横 你把上面这个日子头 你给它兜住就行了 你看 竖直行往下 不要太长 然后在竖的中间 一个小短横 往上倾斜 你看横向 基本上是平行的关系 然后你看 撇画 紧挨着这个横 然后撇画往左边走 往左下 然后那横 好 往下 伸展出那角 这是第一次 大家看一下 左边收右边放 你看底端 皮纳是展开的 尤其是那横 要放出去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盼 七盼的盼 盼字也是左右结构 那在这个字里面 你看 它右边 也是有皮纳组合的 那右边肯定也是 站的空间比较大 比较舒展 因为皮纳基本上都是放开的 那左边 你看这个木子旁 比较窄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盼字的书写 左窄右宽 然后底端是 左边高 右边低 也是这样的 你看看 大概控制一下 它的框架 你看看 底端也是有这样一个 高低落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盼字 左部 你注意 右部这个分字 它整个字形是比较宽的 所以你木子旁 不需要写的太宽 好 然后你看 一盒 两盒 三盒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木子旁是怎么样的 很瘦的 它站的空间要小一些 然后你看 右边 留的空要大一些 那这个分字 大家注意 你为了让左右两边相机紧透 那你这个撇画 不要这样斜着过去 不要45度夹角斜过去 它应该撇画 应该往下走 你看 抖一些 放下来 这样的话两边可以挨得更近 然后你看那画 好 放出那角 然后你看 横 折钩 好 往中间距 你看折钩 好 往里收 然后向上出钩 好 再来一个撇画 这是盼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撇 你看放下来 然后那画往外走 可以没有 然后横 折钩 这个刀子 它也是更往中间距的 你看看 更要往中间距拢的 不是说 居中写的 稍微稍微的 往中间靠一点点 这是盼子 你看它这样左右两边 就可以相机的更紧凑一些 底端一定是 折钩是最低点 这个撇也不要写太长 你看左边高 右边低 钩是最低点 还有分子 是上部展开 下部收紧的 下部一定要窄一些 你可以瘦长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竹字 竹这个字 它是一个半包围结果 但走之底的字 其实大家注意 里面的内容就是要写窄 写瘦一些 收着一些 然后你看外面走之底 一定要把里面给它包住 你看里面那种 里点和横折折比要近一些 然后你看平那 接上去往下走 把里面包住之后 你看再拖出那角来 看见没有 一定要比里面的内容 还要往外伸出一个 那角的长度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竹字 书写 好 首先你看横 轻入笔 然后撇画 往这儿 然后弯钩 写下去 绿带弧度往下走 出钩 好 一撇 两撇往下 你看撇画 然后点 里面内容你看是比较瘦一些的 然后你看点 与横对齐 然后横折 折 折匹 好 匹呢 把里面包住之后 你看我们拖出那角来 你看把里面是不是包住之后 我们这个那角再给它放出去 是吧 这是竹字书写 你看 横折折匹这个笔画是很短小的 大家看一下走之底的写法 点在这 点的左侧下方 你看横往上倾斜 横折 折匹 你看横折 折匹非常短小 点到横折 折匹的间距 与横折 折匹的长度 基本上就相等了 然后你看平纳一波三折 拖出那角来 这是走之底的写法 这就是低盘和逐 这三个字的写法 你学会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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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